香港清官會惡赴誣告學生事件 持續引發熱議 印度裔港人Jacky挺身而出 廟宇對峙惡人 贏得一眾網民大載有勇氣 事發時Jacky在附近做生意 目睹了事件全過程 決意挺身而出 踢爆大媽造假 我們說過真實話 我去到那裡現場 大媽又到了 大媽到 你的店鋪來的嗎 這個不是店鋪來的 你根本是說謊話 我問他六次 你是否說謊話 他沒事回答 他直接問我 你什麼人 來了幾年 我說五十年 我來了一百年 一百年根本你都沒有一百歲 你還在說謊話 圍關的人有上百名 但只有他和朋友去和清官會對峙 Jacky說自己只是做了分內的事 因為那個是小孩 你不可以這樣對一個小孩的嘛 他那個全生命會壞掉 然後他心目中自己想 我沒有做錯事 為什麼警察抓我呢 事件受到廣泛關注 Jacky最關心的是黨人能夠互相幫助 我不想做英雄 人家說英雄 英雄 全部都是英雄來的 這個香港人 全部都是英雄 一定要幫人 最重要幫到人呢 那就clear了 網絡上 有市民呼籲舉報清官會 被誣蔑橫幅 也有市民發現 清官會大媽轉站其他地方懸掛橫幅 質問他有沒有得到政府批准 讓此人再次離開